我们先前呢,讨论过了这两个题目 而且还发现它们的答案是一样的,记不记得? 你看,当我们在讨论呢 n条直线最多能切成几个区域的时候 结果呢,是an等于2分之n平方加n加2 而当我们呢,在讨论这个平面上经过一个定点的n个圆 至多可以将平面分割成几个区域 最后的结果呢,怎么样? 也是一样呢,这个n个圆最后可以切成二分之n平方加n加2 那这两个的关键是什么? 其实都是这个式子 因为这个an是由这一个递回向呢,导出来的结果 我们同样的呢,也发现呢 这个an呢,也是这个an的一般向 有没有,也是从这个递回数列 也是从这一个递回数列呢,导出来的结果 这个递回关系导出来的结果 所以我们现在就要来检视 这个递回关系到底是怎么样出来的 我们要稍微再更严谨一点 不能只用猜的了 那现在呢,大家就想一件简单的事情就好了 如果啊,我现在呢,有一条直线 我们先看直线的这个例子 我们有一条直线的时候 我们已经知道我们把平面分成两个区域嘛,对不对? 那在第二条直线加进来的时候呢 我们知道一件事情 当我们加入了第二条直线的时候呢 我们一定不会用平行的 因为你看,你一旦用平行 是不是只切出三区 那如果我相交的话 至少就是要有交点的话呢 就会切出四区 OK?那所以呢,你就会发现呢 诶,这一条第二条新的直线呢 它为了要跟原本的这个直线相交 它就被切成两段 因为有一个交点,所以被切成两段 就把原本的两大块呢 各多切出一块 所以呢,第二条直线加入的时候 它所切出来的区域 总共是两条线切出来的区域 是不是就比第一条呢 切出来的这个区域只有两个 还多加了两个 对不对?你看哦 我们再写一次 这边是,原本是一 这是二 那因为多切了这一条 所以就多了三跟四 好,那接下来呢 我们如果再切一条的话 第三条直线切进去的时候 我们知道要不平行 而且呢,不要共点 不要三线共点 这样理论上呢,会切出最多 所以呢,我们再切 你看,这个时候再切呢 因为不平行 所以呢,任两线会有一个交点 所以呢,第三条线跟旧的两条线 就有两个交点了 那你看它有两个交点的时候 这条直线不就被切成三段吗? 这三段就分别把一、二、四这三区呢 切出第五、第六、第七三个区域 也就是说呢,三条线能切出的区域会比两条线切出的区域再多出三个区域 那如果当我们去切第四条线的时候 同样的道理 当我们去切第四条线的时候呢 因为这第四条直线呢 跟原本的三条直线有三个什么交点 把这一条直线变成了四段 这四段呢,刚刚好又可以把第三区多出了来切了变成第八区 这第四区呢,被你多切了一刀变成第九区 这第二区被你多切了一刀变第十区 然后这个第六区被你多切了一刀变十一区 也就是每一段呢,都会再帮你多切一区 所以A4呢,就是等于A3加上4 以此类推,当我们有第N条直线切下去的时候呢 它所切出来的所有区域 就会比第N-1条怎么样 还要多几个区域,还要多N个啊 为什么?这个我们刚刚讲过 因为第N加1条线,第N条线加进去的时候呢 它会跟其他N-1条线有N-1个交点 OK,我们这样简单写一下 第N条加入 第N条加入 然后呢,与其他线有N-1个交点 与其他线 有N-1个交点 好,那如果呢,它与其他线有N-1个交点以后 这条线不就分成N段了吗? 你看,有三个交点就有四段 所以有N-1个交点就有N段 被分成,第N条线呢,被分成N段 然后呢,我们知道每一段不管是直线或者是射线都会把那个区域切成一半 所以呢,就会多切出 怎么样 N区嘛 被分成N段的这个直线呢 最后就会多切出N区 所以这个是为什么我们可以写出这一个式子的原因 所以这个式子,严格来讲不能说是用猜的哦 而是一个很直接的一个推论 可以从这里得到这里 同样的呢,我们也要来推论一次圆的部分呢 把它讲得严谨一点 圆的话你看哦 如果是第一个圆的时候呢 我们知道区域呢 是这个一区而已 OK 两区啦 A1呢,是两区 这边也是一样 A1呢,是2 好,我们要写一下这个A1呢,是2 好 那我们这边呢,就写一下这个A1 是等于呢,2 那但是当我们加入第二个圆的时候 共点 好,这边我们写一下 这里是第一区 这里是第二区好了 当我们加入第二个圆的时候呢 诶,你看看 第二个圆呢 它就会怎么样 因为这边有一个焦点呢 它另外一个地方还会有一个焦点 所以两个焦点呢 把整个新的这个圆呢 分成了两段 有没有 是不是里面这一段跟外面这一段 那里面这一段把2这个呢 切成了一个新的一区 啊,外面这一段呢 把1这个外面的区域呢 切出了新的预区 4 OK 那现在啊,如果呢 我这样写的话 不是就代表 我这个第二个圆 画下去的时候呢 它会比第一个圆 多了什么 两块区域 因为呢 它其实就是刚刚好 第二个圆呢 它自己本身呢 也被切成 呃,两段 OK 那第三个圆 如果加进去的时候 仔细看咯 第三个圆 如果加进去的时候呢 诶 这个就有趣了 第三个圆 我们把它呢 跟其他的圆的焦点画出来 因为有个共焦点 所以呢 其他呢 就各焦一个 它与 第一个圆 焦一个点 它与第二个圆 焦一个点 然后呢 再加上原本的共同焦点 以至于呢 这一个圆 的弧呢 圆弧呢 被分成外面 有三段 这里一段 我们画一下 这里一段 然后呢 这里一段 然后这里一段 这三段呢 是不是又把区域 做了一个切割 你看这一段 把三呢 切出第五段 这一段呢 把四切出第六段 而这一段呢 把外面的一 切出了第七段 OK 所以呢 又是一样 A3呢 等于怎么样 A2 再加上3 所以同样的道理呢 你会知道一件事情 当这个 第N个圆 加入的时候 第N个圆 第N个圆 加入 好 第N个圆 加入的时候呢 它会与其他圆呢 有N 减1个焦点 对不对 与其他圆 其他圆 有 N 与其他圆 有N减1个 相意焦点 相意焦点 就是这个外面这种的 这个是相意的 相意焦点 但是记得怎么样 还有一个共同焦点 就是这个 相意焦点 与一个共同焦点 好 我们把这个呢 整段话 拉上来一点好了 好 来 与一个共同焦点 与一个 共同焦点 所以呢 这样总共就有几个焦点 总共有N个焦点啊 第N个圆上就有N个焦点 所以呢 这第N个圆呢 就被分成 被分成 N段圆弧 你看N个焦点 不是就把它分成 N段圆弧吗 你看刚刚这第三个圆 有三个焦点 就被分成三段圆弧 所以这被分成 N段圆弧 然后呢 我们又知道一件事情 怎么样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每一段圆弧 就把一个区域呢 切成两个区域 所以呢 这里就写很重要 就是多切出N区 多切出N区 所以意思就是 我们又可以得到呢 AN呢 等于 AN-1 加上N 这个重要的式子 OK 所以这边呢 特别用一个影片来 跟大家解释一下 刚刚上面的这两题呢 其实这个地方 你是要把它想得非常非常的清楚的 那把这两个叙述呢 在补进原本我们的这个回答里面 这个回答里面 你可能要把它加在这个的前面 还有呢 加在这一个叙述的前面 那这个题目呢 就变成很完整了 那刚刚呢 先不提 主要是因为呢 在这边先提的话 题目就变得很长了 所以呢 我们就统一 在这个地方呢 把两个东西 会整在一起讨论 那希望对你的了解有所帮助 by bwd6